英雄联盟里玩家最不喜欢的几个上单 时常被打野放养 称孤儿 第一个AD上单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就兴起了AD上单的潮流 什么VN小炮寒冰都纷纷来上路想要翻一杯羹 而这些英雄除了手长之外 并没有什么强硬的控制技能 所以说打野一般都不喜欢帮上路的 而且上路AD还是很极端的 要不就是自己帮的不行 要不就直接给对面打穿 第二个提莫 提莫作为全英雄联盟里 数一数二的大恶心 也是玩家们最讨厌的一个 同时拥有着智芒和减速 对下一AD英雄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不仅让自己打野不想去 在拥有大招之后 更是让敌方打野无从下手 更有这一句 团战可以输 提莫必须死的说法 蛮王 蛮王那是比提莫还难榜的 因为敌方若是面对着自己 蛮王的打不留蔑视 这个唯一能减速的技能 就毫无施展着地了 我们总能看见这样一种趋势啊 专注于玩蛮王的玩家 以上代急跑和点燃 凭借一级之力来获得线上的优势 从不寄希望于队友 也不管他是优势还是劣势 他就自己在上路推他 他凭借自身推他速度快这个优势 往往可以逆转局势